Hello大家好,我是Belde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11月還有12月的敗家物品 那因為我不常買東西的關係,所以這次影片跟上一次的敗家物品影片一樣 就是兩個月放在一起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敗家物品是Belden的Life Pantone Clear Essence 那這一款是前導精華液 前導精華液的意思就是在化妝水後、精華液之前使用的 那為什麼我買這一瓶呢,是因為我的精華液用完了 然後我就是在Udesign看很多美妝Youtuber啊 看他們推薦什麼精華液啊,他們用什麼精華液覺得不錯了 我就看到蠻多人推薦這個前導精華液的 之後我就是有在Lazata雙11的時候又看到他 那時候是買這一瓶,然後送這個 這邊只有三瓶,其實是有九瓶的 然後有些是送我阿姨的 這九個小瓶的量呢,跟這個一大瓶的量是差不多 就感覺很像買一送一 而且他們是限量50分 1小時我都在電腦前就是手測電腦 就是為了搶就是50分的其中一分就是被我搶到的 那Bilden Zuta這一款呢,他們就是有說用了8天 你皮膚會感覺有點不同 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用到有什麼任何不同啦 之後好用我會再來跟你們做個分享 那第二個八角物品呢,是這個Freshcon的隱形眼鏡 其實我很少買隱形眼鏡 會買的原因是,剛好那天要長家婚宴 然後忘記帶是我才買的 我覺得他們家的隱形眼鏡就是紋路還蠻漂亮的 給你們看一下 對,就是很漂亮的紋路 他們就是戴起來就是蠻舒服 不會讓你覺得很乾乾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我自己呢,是買了其中的三款的顏色 第三個呢,是這個April的香水 我買的是牡丹的味道 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然後我覺得放在寶寶就是非常的輕便 因為小小的 打開呢,裡面是這個滾輪型的 那一般上我會塗在我的手腕這裡 就是很香,我每次就整理頭髮的時候 就會嗅到那個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你塗上去可以持續很久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 然後它在Watson就可以買到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去Watson買這樣子 接下來是這個西裝外套 其實西裝外套流行蠻久了 我現在才買就是有點太直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漂亮 然後這個西裝外套呢 是跟我的隱形眼鏡一起買的 剛剛就有說隱形眼鏡是為了參加魂宴買的 然後這個外套也是 因為剛好也是忘了戴外套 就是逛H&M的時候就是看到這一條 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但那時候我買的時候 然後有打折 原價是一百一十幾塊 然後打折後原價是八十九塊 我覺得八十九塊可以買一個 Fashion N的西裝外套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八角物品呢 是這個 Nike的鞋子 我之前有的Nike的鞋子 很多都是跑步的鞋子 所以我就有跟我的男朋友說 我鞋子要買A鞋子 就是可以出門穿的鞋子 然後我選的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是Nike Tangent 它後面就是有一點點厚底 我覺得妮身穿後面厚底的是蠻好看的 而且黑白色我覺得很容易配搭 我男朋友就是有幫我拍照片 然後我看了照片我覺得 我穿這雙鞋子就有一點點美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八角物品就分享到這裡啦 就是沒有很多 我知道就是因為不常買東西 就請大家來原諒我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了點擊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接下來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